松基千怡王宏威说落实要有办法不要选举高台扩论选后顾问不问 那我也希望我的对手除了空洞的批评之外 针对这五个主张具体的告诉我们 你哪一点不同意我们来讨论 我一向的一向在讲 我们这一次为了松基的千怡的主张 提出了五项非常具体的提案 从政策的定案到成立专责机构 行政法人来做最专业的规划以及计划 到两百公顷机场的腹地的使用 到周边三千公顷管制解除后 公共设施回馈容积率的使用 我们都提出非常具体的五项主张 那我也希望我的对手除了空洞的批评之外 针对这五个主张具体的告诉我们 你哪一点不同意我们来讨论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坚持 2030年桃园机场第三跑道的完工 是我们这一次提出松山机场的这个依据 以及具体的条件 那我们希望在桃园机场第三跑道 顺利完工之后才做相关的签建 再强调一次 现有的航线都不能少 现有的服务都不能减 这个是最基本的 秋冬政部长说一无一言长之一年 那您去年跟长共对谈的时候 有说四个月不用变 那您这边跟国防部是否有一些进步 我一项的主张就是我们兵役制度的训练内容 必须搭配我们的一期的延长一起来检讨 这个没有变 那我明天早上会跟各位报告 我具体在针对兵役制度的相关主张跟证件